大陆女星范彬彬,因为阴阳合同,让演艺生涯陷入危机,传出最近要复出,劫发她逃税的崔永元在出招,暗示手上还有其他把柄,另外范彬彬的八岁堂妹范朵朵,从模特儿圈跨足戏剧圈,近照曝光,网友大赞全家高颜值。 走上伸展台,自信满满台风稳健,她是范彬彬的堂妹范朵朵,年仅八岁的她,即将从模特儿圈跨足戏剧圈演儿童剧,近照曝光让网友大赞全家高颜值。 面对镜头表情自然,完全颇有几分同心价式,范朵朵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,长相甜美又有仙气,靠着唐姐范彬彬,在圈成为知名小模特儿,先前跟范彬彬的合照也曝光,让网友大赞完全不输范彬彬,尽管才八岁而已,但心怒备受期待。 至于范彬彬,去年因为卷入逃漏税风波,演艺事业全面停摆,神隐半年时间,最近传出要付出的消息,不过多次揭发她逃税的,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,也再度出招。 在微博贴出范彬彬,拍摄电影大轰炸的合约内容,讽刺的说,听说要付出了把合同范本再晒晒,省得不会签了,甚至还转发新闻评论发文说,我的抽屉里也还有她的咚咚,慢慢玩,暗示自己手上还有范彬彬其他的把柄,显然并没有要就此罢手的意思,是否还有其他未爆谈,格外引人瞩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